悟空 八戒 沙僧保着唐僧奔赴西天 一路上翻山越岭 排除了不少困难 这天师徒四人趁着秋风凉爽 多赶了一些路程 不觉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 凉风扑面 明月出声 八戒早就又饿又累 嘴里不住的咕弄着 走不多久 前面一条大河挡住去路 八戒随手拾了一块鹅卵石抛到水里 只听着咕咚一声 石子便沉下水底 悟空说一声 不知这河宽阔如何 待我看来 就纵金抖云 跳到半空 定睛观看 但见那河白浪滔滔 一望无际 悟空急收云头 回到河边说 宽礼 宽礼 老孙火眼金睛 白天常看千里 夜间也能看五百里 如今连边也望不见 唐僧大惊 连说 如何是好 沙僧呼的瞧见 前面隐隐绰绰的 似有一个人立着 就提着宝杖赶过去 一看却是座大石碑 上面还刻着大字 看了背上文字 师徒更是发愁 正在这时 随风送来一阵古博声 八戒顿时眉开眼笑 悟空在前引路 师徒四人一脚高 一脚低 漫过沙滩 寻着古博声找去 不一会 就隐约望见一座大村庄 走进村庄 果然看见路头上有一户人家 门口竖着床帆 里面想着古博 唐僧下了马 叫三个徒儿守在原地 自己先去求诉 唐僧抖抖衣衫 拖着膝杖来到门前 赶桥里面走出一位老者 唐僧连忙和掌问讯 说明来意 老者听说唐僧从东土大堂来不狠相信 老者这才敞开大门 说道原来还有三位令徒 请一起进来安歇吧 唐僧连忙谢过老者 回头招呼悟空他们 一听见师父招呼 悟空三个牵着马 挑着弹 不问好歹 一阵风似的闯将过来 老者一见他们这副嘴脸 吓得跌倒在地 等唐僧扶起老者 悟空八戒沙僧早已拴了马 放下行李 闯进厅堂 几个念经的和尚见了 也吓得跌跌撞撞 违命地逃了出去 兄弟三个见那般和尚跌跌爬爬 违命乱窜 不由地鼓掌大笑 唐僧扶着老者走进厅堂 见三人已闯了祸 就力声责备了一顿 老者这才相信他们不是妖怪 定下心来 家人端上茶来 老者请出他哥哥和唐僧相见 互姓明以后 唐僧才知道老者姓陈 明清 兄长叫陈诚 不一会 家人一百好素斋 唐僧还未冻块 八戒早已胡伦吞下六七碗白米饭 四个家人穿梭似的替八戒添饭加菜 还嫌太慢 饭后 唐僧想起刚才有和尚在这儿念经 就问两位老者 刚才府上坐的是什么斋事 陈青叹了口气说 是一场玉修王斋 八戒在一旁呵呵笑道 只有玉修记库斋 哪来玉修王斋 难道你们预先知道家里要死人吗 这一说倒引得两位老者一起伤心起来 陈青飞心痛的道出原因 九年前有一天通天和尚刮起了狂蜂 相克间天昏地暗 浪涛一阵阵漫上暗来 房屋被冲倒了几十间 忽然 旋风中献出一个金盔金甲的妖魔 自称灵感大王 要村人替他盖庙 每年还要供出同男同女一队 不然就降下祸灾 妖魔说完就不见了 狂风也顿时平息 村人害怕 只得凑出钱来 在通天河边盖了一座灵感大王庙 然后大家把村里的同男同女编了名册抄签 将抄中的一对孩子连同猪头三生抬到庙里去上供 那被抄中的人家都垂胸顿足 旁人也个个伤心 但村人怕妖魔降灾 全村遭殃 没奈何每年照就上供 八年来妖魔已吃掉八对同男同女 陈诚只有一个八岁的女儿 陈青的独子还只有七岁 今年正好都抄中了 两位老人虽然悲痛 却又不敢不羡 只得预先给孩儿做个抄生道场 说到这里 陈青已失声痛哭 唐僧心软 也陪着老哥俩流泪 悟空却说 原来这样 也罢 你去暴令狼来 我自有道理 陈青连忙去将爱子关宝抱上厅来 那孩子还不太懂事 笑嘻嘻抓着一把果子 见了生人 也不害怕 悟空立刻默念咒语 摇身一变 变得跟关宝一般模样 两个孩儿掺着手 在灯前跳起舞来 吓得陈青王说 折杀老汉了 快请献出本相 悟空一磨脸 献出本相 问陈青道 可像你儿子吗 陈青一连声说 像 像 像 真是一般容貌 一般衣服 一般长短 悟空就说 如今我就替你孩儿去上纪 你不用担心 我自有办法对付那妖魔 陈青听了 扑得跪了下来 连连磕头败谢 陈青只顾败谢 他哥哥却失声哭起来 悟空知道他心事 就劝道 你要是舍不得女儿 只要请那长嘴师傅保持一顿 他也会相救 八戒听到悟空扯上他 大吃一惊 连忙推说 哥呀 别把我拉上了 变化的本领 我是没有的呀 八戒推不脱 只得答应 陈青急忙去把女儿抱了出来 这时候一家老小全知道了 都出来败谢 孩子一来 悟空就催八戒快变 八戒哭丧着脸说 这孩子这般小巧俊秀 我怎会变 悟空见他耍赖 就喝道 呆子快变 莫逃打 八戒见悟空要打 慌忙说 我变 我变 这呆子念动咒语 把头摇了几摇 却也真的变成小女孩模样 只是肚子胖大 面貌丑陋 悟空见这呆子真的不会变了 就对准他吹了口仙气 八戒果然变得和那女孩一模一样了 悟空大喜 当即吩咐沙僧 你好好保住师傅 我和八戒耍耍去 说吧 摇身一变 重又变成官宝 两个一秤金 两个官宝 大家都看呆了 正在这时 胡亭的外面锣鼓喧天 人声嘈杂 陈诚兄弟知道是来台同男同女了 不由得着了慌 悟空就吩咐他们把两个真小孩抱进去 陈诚兄弟连忙藏好孩子 然后打开大门 叫家人抬着悟空和八戒 走了出去 自己跟在后面 哭哭啼啼 装作很伤心的样子 陈家庄的一群村民 抬着悟空 八戒和朱阳三生 来到灵感 大王庙里上了供 磕头祝告一番 烧了纸麻 才各自回去 村民一走 八戒害怕起来 立起身说 哥呀 我们也回陈家睡觉吧 悟空一把拉住他 呆子羞胡说 答应了人家 哪能撒手不管 两人正说着 胡听的半空中呼呼风响 悟空盲说 妖魔来了 快别作声 刚说完 一个金亏金甲的妖魔已降下地 那妖魔闯进大殿 就轰雷似的吹喝一声 八戒一惊 险些险出本相 悟空连忙暗中拉了他一把 站起来笑吟吟的答话 妖魔吃了一惊 心想往年自己一道 孩子就吓得半死 今年的童男怎会这等大胆 就大喝道 你磨嘴硬 我吃了童女就来吃你 说吧 伸手就抓八戒 八戒这时哪里还忍得住 扑的跳起来 献了本相 举起钉耙 劈头向妖魔住去 八戒一钉耙 正中妖魔手臂 妖魔哇哑一声 腾空就走 八戒见住中了妖魔 哈哈大笑 拾起柱下的东西 一看是两片大鱼鳞 悟空和声道 追 两人跳到空中向那妖魔追去 那妖魔原是来想计的 不曾带的兵器 回头看见他俩赶来 就索性立定 立声问道 你两个是哪方和尚 竟敢破我香火 坏我名声 悟空骂道 你这破魔连老孙也不认得 我等乃唐僧徒弟 特来请你 八戒却和声 哥哥和他撸缩什么 看爬 就狠狠一爬住去 那妖魔没有兵器底底 变化了阵狂风 钻入通天河 悟空对八戒说 我在上空守着 你下河里去找找看 八戒生性懒惰 加上一夜未睡 早就累了 但又不敢违抗悟空 只得撅着嘴 钻到河里去 八戒懒懒得 在近处转了一转 不见妖魔 就回来了 悟空听说找不到妖魔 只得和八戒一同回到陈家 把经过情形告诉了师父和陈诚兄弟 两老十分欢喜 连忙安排床铺 请他们师徒安歇 却说那妖魔逃回水府 默默无言 众水怪上前问道 大王每年想祭回来 欢天喜地 今日为何不愿 妖魔就把遇见悟空八戒的情形说了一遍 这时便有一个班一年婆上前献祭 叫妖魔暗算唐僧 妖魔听了大喜 答应事成以后 和老年婆兄妹相称 妖魔当即走出水面 坐起妖法 煞时间天昏地暗 狂风怒笑 半天里降下额毛班大学 唐僧师徒歇在沉假 半夜里觉得越来越冷 冻得翻来覆去 睡不着 不等天亮 就都起了身 开出门来看时 只见外面白茫茫的 正下着大雪 雪越下越大 不到中午 平地已有两尺多深积雪 唐僧见秋天下雪 有些奇怪 沉沉就到 我们这儿和东土不同 长年八月间就有双雪里 大雪下了三天 第四天傍晚 陈诚陪唐僧到门前闲看 只听见街上行人都说 通天河冻住了 已经有人在冰上走立 唐僧取经心切 就要去通天河看看 陈诚连忙劝道 今日已晚 明天再去吧 次日清晨 陈家两老 陪着唐僧师徒来到河边 果然看见通天河已经结冰 河面冻得像镜面一般 那呆子走上前去 举起钉耙 狠命一住 只听得啪的一声 只住了九个白痕 手也震得生疼 唐僧大喜 回到陈家 就叫徒儿们收拾起行李 向陈诚兄弟告辞 两位老者苦留不住 只得亲自送到河边 拿出几袋干粮和一盘金银 送给唐僧 唐僧只收了干粮 金银再三不受 唐僧师徒四人 别了陈家凉老 冒着刺骨寒风 从静野式的冰上 一路向对岸行去 再说那妖魔 早带着一般水怪 在冰下等候 一见唐僧师徒走近 立刻念动咒语 做起妖法 只听得哭啦啦一声 冰层蹦裂 悟空眼快 一个金斗 跳到半空 其余三人 连同行李马匹全都落在水里 那妖魔将唐僧捉住 兴高采烈 回到水府 老妖婆早在门口迎接 妖魔呵呵笑道 妹妹果然妙计 快叫小的们把这和尚宰了 我与贤妹共享美味 延延一寿 妖婆却劝阻道 大王且慢吃汤 稍等两日 如果他徒儿们不来吵闹 那时再闻闻享用不迟 妖魔听了 不住的点头称妙 那妖魔依了妖婆 把唐僧关在一个大石匣中间 藏在后宫 专等三二天内 无人来闹 就要吃他 再说八戒沙僧掉下水里 兴儿懂得水性 捞起行李 掀着白马 分开水路 垂头丧气的走出水面 兄弟三人 仍回到东岸陈家庄 梁老德逊 连忙迎了出来 见少了唐僧 盲问 怎不见你家师父 八戒道 我师父沉到水底去了 听说唐僧落水 陈家人人流泪 悟空劝道 你们不要担忧 老孙知道 我师父定被妖魔算计去了 带我们换掉诗意 吃饱肚子 就去救他回来 兄弟三人保持一顿 带着兵器 别了陈家梁老 往通天河 去寻师捉怪 来到河边 悟空道 下海入江 我需念着避水诀 或者变成鱼蟹 才能去的 你两个懂水性 还是你们下去动手 我再按上守候 八戒心想 这猴子到乖桥 还是拉他一块去的好 就说 哥哥一块去吧 我托你 于是沙僧在前 八戒背着悟空 一起下了水 兄弟三人东找西巡 走了好一会 才在河底 发现了一座水斧 虚掩着门 上面写着水边之斧四个大字 兄弟三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由悟空 先去探听动静 于是悟空摇身一变 变了个长脚虾婆 三跳两跳 就跳到水斧里面 悟空进去 只见那妖魔坐在上手 旁边坐着个老妖婆 在商议如何吃唐僧里 悟空听了一会 已知师父所在 立刻寻到后宫 走到大石峡前 只听着师父在里面 阴阴哭泣 悟空里就浮在峡上 轻轻安慰了两句 悟空回到水斧外面 献出本相 对八戒沙僧道 师父被他们关在石峡里 你们快去挑战 若勤住他最好 勤不住 坐个阳叔 引他出水 带老孙来打他 悟空说罢 就念着避水诀 跳出水面 静静的手在通天河上空等候 再说八戒沙僧两个 等悟空一走 就在水府门外高声叫骂 小妖大惊 急忙进去查报 有一个长嘴和尚 一个晦气脸和尚 在门外大声叫骂 口声声要讨他们师父里 那妖魔连忙全身披挂 手指同锤 迎降出来 后面跟着百十个小妖 一个个抡枪舞刀 摆开阵势 在一旁助威 那妖魔冷笑一声 那日我没带兵器 吃了你亏 今天你休想活命 八戒骂道 乖儿子 不必多讲 看爬 两人就你一爬 我一锤 交起手来 沙僧在一旁观战 见那妖魔果然厉害 八戒被他杀得气喘吁吁 手忙脚乱 就抡起宝杖 上前助战 三人在水底下 恶战了两个时辰 还是不分胜负 八戒料想不能赢他 对沙僧丢了个眼色 沙僧会议 便和八戒各托兵器 回身就走 悟空站在云端里 目不转睛 直钉下扁 胡剑波浪翻腾 八戒冲出水来大叫 来了 来了 那妖魔来了 随后 只见沙僧也跳出水来 后面紧跟着那个妖魔 嘴里还高叫着 贼和尚 哪里走 悟空等他追近 突然落下云端 大喝一声 看棒 就举起金箍棒 狠狠打去 那妖魔急挥同锤 架住金箍棒 厮杀起来 他俩一个在水里 一个在空中 不到三四个回合 妖魔就只有招架 没有回首之力了 又杀了几个回合 妖魔实在招架不住 虚晃一锤 化作一阵清风 钻进水里 不见了 悟空见妖魔逃走 连忙大叫 八戒你俩快追 八戒和沙僧立刻纵身钻进河里 去追妖魔 那妖魔逃回水府 忙命小妖官进大门 再用一块石头把门堵起来 不管八戒沙僧在外面怎样恶骂 再也不敢出去 八戒沙僧叫骂多时 不见妖魔出来 惹得呆子火急 一连七八爬 就住破了大门 只见里面层层叠叠 堆着泥土石 快 八戒沙僧喊得纯骄蛇躁 妖魔只是不理 两人无奈 只得回到岸上告诉悟空 悟空听了 就说 这妖魔果真凋饿 也罢 你俩手在此 我到南海去问问观音 看这妖魔是何来历 再来捉他 悟空急纵金斗云 不消半个时辰 就到了南海落家山 刚按落云头 就见善才童子笑嘻嘻地迎了上来 不多时 观音菩萨提着个紫竹兰儿出来 不等悟空开口 就道 悟空 不必细说 我已知道 现在就与你 去救你师父 悟空连忙拜谢 悟空随着菩萨来到通天和界 八戒沙僧盲来迎接 菩萨解下一根树衣的丝掏 拴了兰儿 口里念念有词 抛下河 去 不一会儿 菩萨提起篮子 只见篮里有一尾金鱼在扑扑乱跳 菩萨说 这条金鱼就是妖魔 便驾起祥云回南海去了 菩萨一走 八戒沙僧立即到水斧中找寻师父 那些小妖被他俩杀得死得死 逃得逃 老妖婆逃得慢 被八戒一爬 就送了命 两人找到后宫 救出师父 由八戒驮着 分开水路 钻出水面 悟空连忙上前迎接 兄弟三人护着师父 回到陈家 陈家庄男女老少 听说除了妖魔就除了唐僧都赶来相见 第二天 陈家庄众人便砍木材 修围棚 替唐僧打造渡船 忽建河中钻出一只老龟高叫道 孙大圣不必打船 我渡你师徒过去便了 悟空以为老龟是妖精 扬起金箍棒 不许他游进来 老龟连忙解释 悟空方才相信 老龟爬上岸来 背上的大概 独有四丈方圆 沙僧挑起行 掀着麻 八戒扶着师父上了龟背 悟空还怕老龟作怪 解下虎金涛子 穿在老龟鼻子里 陈家庄全村老小 都在岸边挥泪相送 那老龟 驮着唐僧师 登开四足 真个踏水面如平地 非也是的 向西岸行去